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扶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话播账号50016766,50016766,沪明,台湾救狗协会。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弘法讲座 观众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和时 音 caoge 从高让 acknowleditor Noah 이야기互相CRHP covid 音乐ahr represented quatre 音乐 safety 合这个程度 音乐成描 bleeding voir객绿色�ils出品 録音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赞 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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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转化他 你不但对他生起惭愧心 你决心要好好的爱他 关怀他 超过你自己 所以每次别人跟我说 海盗法师你有冤亲在主 那我马上就跪下来了 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一定是的 但是那是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 那是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而伤害你 现在我知道了 我要好好的孝顺你 知道你成佛 所以你可以用爱转化一切 再来念一下 让众生欢喜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点焉供 这些用食物布施 这些食物呢 为他们布施供养佛 为什么那些苍蝇 那些蜻蜓 那些孤魂野鬼 地基主 云青在主 没有人会替他布施的 我们布施都是为我们的爱人 为我爸爸妈妈 为我的儿女在布施 希望他们有福报 升天健康 但是这些可怜的众生 孤魂野鬼啊 这些地狱到了澳洲这么多动物啊 没有人会为他们布施 因为像我活了 我可能没有活各位那么久了 但是我活到33岁才找到生命的真理 一辈子为了自己读书 第一名买房子买车子 很自私的过了一个一辈子 来爱我的家人 很特别爱我的儿子 所以有一次我去尼泊尔 是尼泊尔吗 越南尼泊尔 我看到很多穷人 包括很穷的小孩子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穷的小孩子 拿了我一瓶汽水瓶我喝 剩下一点点 拿去给他爸爸 两个父子高兴的要命 终于有一个汽水可以喝 爸爸也不忍心喝 给儿子喝 喝完以后把那个汽水瓶拿下来 可以卖钱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惭愧 我忙了一辈子赚这么多钱 我只给我的独生子 我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世间还有别的小孩子 别的爸爸在受苦 我觉得很惭愧 那个时候我就心情很不好 好在后来我听闻佛法了 我心情不好的一两年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佛经我才知道 原来我很自私 我没有去爱别人 我没有去爱其他的国家的其他的生命 所以我甚至要踏到别人的头上 赢过他们来表达我有能力我有钱 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就像一个贪污的 甚至晚上去卖身体的才赚一点钱的女人一样 然后事实上别人说啥有钱 大家也知道你在笑我 因为人要有这个惭愧心 所以我们有了惭愧心 才会想要去找 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 我想慈悲才是生命 好现在各位右边有看到水 这个水还有水吃的水漂不漂亮啊 那你要供养喔 像各位你来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个地方很美啊 空气很好啊 你马上要把这个美来供养地狱到 供养恶鬼到 你要分享 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你要供养它 你睡到一个很好睡的床 要供养众生 要忘了 不要忘了 我在享受这个快乐 那就 损福报了 所以来 把这个水做供养 特别现在澳洲缺水 来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佛 洗除恶业 六道清凉 愿恶鬼尘 充满甘露水 欧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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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一下开咽喉咒 佛陀说 当你太阳很大的时候啊 他们被晒的时候身体都会脱皮 然后嘴巴就一直吐火 叫咽口鬼 然后你只要 你只要想到这个 你就要把水 往太阳的地方喷几滴 所以各位就观想 还是你有水 然后这个水的光变成清凉了 清凉了 然后进入他们的嘴巴 进入恶鬼尘 然后他们的身体 不然那个吸血鬼 各位都知道 一晒在太阳全身呢 就会烧掉 所以他们只能晚上出来活动 这就是恶鬼道的苦 所以我们看到有水 就这样观想 念开咽喉咒咒 来 但他也对 好 勃勃地里 切多里 但他也对 这样心情好不好 太好了 因为你把水转化了 这个转化不是你的力量 佛的力量 转化了 然后各位再把这个水 转成甘露 我们会念甘露水增盐 他们喝到甘露啊 那个恶鬼道 皮肤都烧了黑黑的 像木炭 所以你念这个水 他皮肤就恢复了 你一个女生如果希望 生生四四 皮肤很漂亮啊 很细啊 像婴儿啊 一定要多念这个咒 这个叫甘露 甘露 甘露水增盐 那这尊佛叫妙色身如来 好漂亮好漂亮的佛 因为他经常在布施这个水 他这个外表就让 让别人知道 我之所以妙色身这么好看 是因为我不断地在布施 清净漂亮的甘露水 就像各位脸髒髒的 你洗干净了 又喝了甘露水 你很快乐 念这个甘露水增盐 那念这个增盐有十六种功德啊 更可以让恶鬼升天啊 然后 所以各位你要把 现在澳洲缺水啊 所以连苍蝇都要来找你啊 当然苍蝇找你就知道缺水了缺水了 所以念甘露水增盐 观想整个水池变成大海湖泊 都变成甘露 特别蓝色的 像药师佛的水 然后呢 他们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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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到 来念一下 无间地狱 充满甘露 上至诸天 下至地狱 充满甘露 所以各位没有白吃的午餐哦 我们今天来这边人家煮饭给我们吃 你不做一点布施供养 下辈子你在这边扫地扫一辈子哦 做牛做嘛 还人债哦 我们就是有这个思想走到哪里 不是说我付你钱 钱归钱哦 对方煮饭给你吃 你都要感谢他 对方房间给你住 帮你整理床铺 打扫厕所 你要感谢他 所以佛教里面为什么要我们跪下来拜 念一下 感谢万事万物 感谢万事万物 一花一草一木 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昨天晚上我在房间跪了很久啊 我很习惯晚上就是忏悔啊 因为找到我的都是跟我有缘啊 都是我的父母 他的痛苦都是我的痛苦 因为昨天有一位香港警察自杀 然后我以前也见过他 他就是压力太大 自己也谴责自己 包括他所爱的人死掉 所以他心情不好 他就自杀了 所以 当然我就要安慰他很久 甚至观想他就坐在我面前一直哭啊 自杀都会后悔的 会哭啊 会痛苦的 所以 然后呢 你就要一直同病相怜一样的 来安慰他 然后激励他 成为 把这种 这种脆弱的感情 变成一种平等的爱 做个大男人 但是你心态要感染他 你不要一直讲到你好可怜 他会更哭啊 你要让他看到光明是什么 这种有力量的爱是什么 把佛陀的心传到他的心里面 他就会改变了 所以你要知道佛陀的心想什么 好 刚入水箭言我们念三遍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算今天不能做焉供 你还是要这样做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说 稍大一点 等一下警察都来了 所以水也可以啊 你有个心态也可以啊 这些花草树木啊 阳光都可以变佛光啊 所以佛教里面 就是要我们利用万事万物 转为佛法 所以念一下 阳光变佛光 水变甘露 风变清凉 土地变净土 你可以转化一切